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1年所有的烦恼都过去 我们进入了2022年 2022年,we all gonna make it W-A-G-M-I 今天做个快速的视频来讲一下 周杰人最近在推的他旗下的一个品牌 叫做EZEK 我对潮牌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100%周杰人为了为这个品牌站台了 现在正在出售中 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已经全部卖完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对吧 Buy什么Pantachy是一个品牌 然后EZEK肯定又是另外一个品牌 叫做的EZEK Club Fanta Bear Fanta熊 有几点我想说的是 周杰伦的Fanta Bear卖的贼贵 人家一般是0.05 或者是0.08 或者是0.1 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没想到他要买0.26 这是非常非常贵 他有一万个 也就是说如果全部售完 周杰伦以他的团队就是 净赚2600个ETH 以今天的市值来说就是差不多 800万美金 如果是5000美金的话 就差不多是多少钱 2600乘5000 sorry 不是800万是1300万美金 但现在没有5000 现在是4000 现在是4000 有这么没有2,600个0.2600乘1万是2600个ETH对吧 然后成4000美金就差不多是 哇1亿 就1亿没到 这个太夸张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售完 如果能够售完的话 周杰伦和他的团队就收获了1亿美金 如果我的数学应该是没错吧 0.26乘1万0.26乘1万再乘4000对 等一下 1千万 3 sorry 1000万美金 1000万 我想一亿太夸张 sorry 数学不太好 1000万美金 1000万美金 就净赚1000万美金 他的团队 非常夸张 就卖一个NFT 但他NFT有几个问题 第一 他的价格很贵的吧 虽然买 买的人还是很多 我可以看到现在只剩下4000个了 我去了一下OpenSea 在OpenSea上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价格是 flow price 是看看 0.27对吧 几乎就要破发了 所以说其实 0.27可能买不到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风险很大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这样一个NFT他竟然没有采取盲盒的形式 没有采取盲盒的形式就导致大家一开 几乎就可以看出这个NFT的稀有度然后就可以考虑把它卖掉还是收获对吧 像这种一般有背景的肯定是稀有度比较高的 像这张有背景的 可能它的稀有度会比较高一点对吧 像这种没有背景纯色的 它的稀有度很明显就会低很多 就是这个项目第二个问题 它竟然没有去做任何的盲盒的机制 这个其实不是很科学说实话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周杰伦为其代言的Fenta Bear能不能受寝 应该是受寝没什么问题 这个代表了有多少人 亚洲人对吧 亚洲人特别是东亚吧 来玩NFT市场 因为周杰伦应该只是在亚太地区比较流行 在欧美地区的话相对来说会那个一点 所以他选的时间也是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时间 好 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的一个项目 好吧 那我们看看最后周杰伦他代言的NFT项目会不会成功 首先他是项目方肯定是赚很多钱 但是能不能把这个价格炒上去 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Quick的视频就做到这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